自从和我男朋友在一起 我已经失去了自由 就像被困在鸟笼子里的鸟 别的朋友们都出去工作了 兼职啊 而我只能来这里 这里是我男朋友为了限制我 然后为我开的一家公司 可是我感觉跟这里隔隔不入 完全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我不来这里就更没有事情做 我现在很痛苦 可是他说他这是爱我的表现 我现在也很迷茫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一对恋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冲突呢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天26岁来自济南 女嘉宾小刘23岁同样来自济南 两位是私营企业主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给了女朋友开了家公司是吧 对 是 自己挣的钱还是爹妈的钱 因为我步入社会比较早 然后和朋友积累了一些积蓄 开一家公司 想一起去创业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应该很爱女朋友对不对 对 是的 非常在乎她对吧 对对对 因为在乎所以人才说金丝雀嘛 姑娘你说到处陪她管是不是 对 她太限制我的自由了 完全把我困在一个笼子里 你说说你笼子什么样的好不好 怎么放进去 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兼职模特 然后平时做演出 她会跟我约法三章 外地的演出不能接 有男模的活动不可以接 穿着暴露都不可以接 那你基本没啥可接的了 那可不是吗 外地的不能接 有男模的不能接 穿着暴露的 今儿这算暴露吗 我觉得她裙有点短 你看看 我说什么都不能接了吧 那你让现场观众看 我这裙子短吗 挺短的了 我感觉女孩的连衣裙很正常 我穿连衣裙都会穿打底的 你穿成这样 花容娶宠的感觉 我让你穿长裙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可是我喜欢连衣裙 我喜欢这个短裙 我觉得女孩穿的简简单单的 是吧 干干净净的就挺好的 她不光这个限制 我平时演出作为一个模特儿 画一个浓妆没有什么不妥的 可是她接受不了 她觉得我画一个淡妆 出门就可以了 可是我平时是不化妆的 然后我演出的时候 画个浓妆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这个也管啊 她化浓妆 首先化妆品 对皮肤都会有刺激的 对吧 我还是考虑她的皮肤 第二呢 其实化大浓妆 真的不适合你 你淡妆挺漂亮的 今天这妆很漂亮的 其实 因为今天她跟着化妆师 一直在旁边说 啊 化淡点 化淡点 把她化妆师盗到盘了 今儿给你画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男的能给你画吗 不可以 真的 其实也不是像她说的这样 你就是这样 你还不承认 如果说是男化妆师的话 我会在旁边看着是真的 为什么呀 因为 可能我之前听 土雷老师说的一段话 土雷老师是这样说的 我是一个感情的色盲 在我的感情世界当中 只有白色 没有灰色或者黑色 婚姻需要百分之百的忠诚 婚姻如果是一场奥运会 我一定要拿 百年好合的冠军 我特喜欢这句话 我就觉得现在 我相信她 她不会怎样 我怕别人对她有所企图 所以说看着挺紧的 土老师应该有很大的压力 现在很多年轻人 拿你的化妆语录来做 这个跟男化妆师 有什么关系吗 现在其实有男朋友 很多人也会有些纷纷之想 对吧 就像有守门员怎么了 有守门员不照样进球吗 你看她就是那些歪理 我平时演出的时候也是 有一次那个 化妆品的面试活动 她说她送我去 好 到现场了 就因为人化妆师 就是要看一下 整体的条件嘛 然后她把人化妆师说一顿 手那么多人 到时候我脸上很难看 那些化妆师应该是个男的 对 你面试就面试 你不要就是 这碰一下那碰一下 对吧 不是 她碰哪了 你跟我说 就是说姑娘 你转一圈 我看看来 就这样 然后或者说是碰她脸了 然后碰她腰了 就这样 没有 人家只是撩了一下我的头发 想看一下我的脸型而已 那是你自己感觉不到 然后我作为一个男朋友 就特敏感 有些事情 到最后人厂家说了一句 这样的模特 我们用不起 你觉得脸上都很好看是吗 你要在接一些模特工作的时候 这是等于前期准备对吧 我今年是刚刚毕业 然后我在学校就是每个周末 我就是等于兼职嘛 然后接一些车展呀 发布会什么的 那你要车展发布会她管吗 管 所以上一次有一个 我拍摄活动她送我去 给当场放了人家厂家的鸽子 带我走了 其实不是像她说的这样 她没说前提 前提是什么 人家厂家给她打电话 说我这有一个活动 你过来吧 她就直接去了 她第一没问活动时间 第二没问活动性质 第三没问地点 然后她只说是一个拍摄活动 然后我不放心 我就送她去了 去了之后 结果发现是在一家餐厅拍摄 拍摄时间是什么呢 是晚七点到晚十点 去了之后我问厂家 咱拍摄是在餐厅的什么位置 她是在咱餐厅的中央 在中央的话 我说那客人吃饭怎么办呢 她说客人吃饭会看着她 那看着她 我说这不是单纯的拍摄了 她就等于像来活跃餐厅的气氛一样 我也是到那之后才知道 她这个性质变了的 之前我并不知道 我只是以为是正常的拍摄 其实我带你走完全是好意 你想在餐厅拍摄 可你这样对我造成的影响会很大 你讨厌过吗 并且说时间那么晚了 如果客人喝醉了 喝多了会骚扰你 你会怎么办 这不可控的一些事情 你现在基本在你的眼里 不是黑和白还是灰了 你的眼里就是他 你觉得全世界男人应该对他都有非分之想 对吧 这倒也不是 还有什么呀姑娘 有一次我跟他赌气 因为我们之前约法三章过 我外地的活动不接 然后我那天跟他生气 我接了一个外地的活动 但是激情之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自己可以处理掉的 他偏偏跟人厂家吵起来了 不是你自己还好意思说 其实主持人是这样的 他接的活动还是之前的毛病 就什么也不问 我就发我资料 人家就定他了 定了他之后 人家就肯定拉了一个活动群 就说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 讨论一下活动的细节 结果我就看他那一直玩手机 我说你玩什么呢 结果我一看 他接了一个外地的活动 我看厂家在群里 说要求姑娘们穿着打扮要性感 要妩媚 然后我就说了两句 厂家就说你干嘛呢 怎么着就开始没几句话 对我人身攻击 那这时确实不能去 对当时通过这个活动呢 群里其他上演演员 就看到了厂家的真实目的 然后其他演员也没去 你这事做的还挺高大 这事就算他保护我 他对了 可是他也是会 平时因为他心情不好 或者是一些别的原因 他不让我出去接演出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子 行那我这么问问吧 这算工作场对吧 对 在生活上他管你吗 管我微信上是没有任何异性朋友的 只有我的亲人 同班同学 别人是不允许添加的 而且什么人人 QQ微博 全都是卸载了的 因为吵架吵得太多了 我真的是无奈了 就是社交软件你必须 全卸载了 你问问在场的观众 有多少人手机上有微博 很正常的一个社交软件 在他眼里看来就是很危险的 就不可以有 你说微博这个东西 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是吧 你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干嘛呢 还有你有什么急事和朋友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 无聊了和闺蜜和朋友聊个微信 这事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真的 那微信上面为什么不能有男性朋友 微信上 还是他的原因 他就觉得 其实也没有了 主任他微信上还是有挺多异性朋友的 只是没有很陌生的男性朋友 必须是他认可的 他的朋友可以 就是他认可 能加你才能加 对 他不认可就不能加 所以说我的自由还是被他控制 他说的这些其实也同样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微信密码 各方面手机密码 他都有 没事看看我微信 可是我一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并没有这个习惯 只是后来你这样去要求我 为什么 我只是为了让你感受一下这种感受 同样的事情 只是换了人 你查出来什么了吗 为什么 我问你 你查出来什么了吗 这倒没有 我这不防患于未然吗 那不就完了吗 那你干嘛还这么不相信我呢 就像微信那件事情 同样发生在我身上 我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有人管着我 我老婆在意我 但为什么发生在你身上 你又觉得是一种束缚 难道是你对我爱 你管得太多了 我这防患于未然 我跟我闺蜜出去光街 她都要跟着 不开门吧 这是真的 我跟着 她买什么东西了 我可以参谋一下 你没事做 你天天我看你的生活里 除了她没别的 也有其他事做 那她要自己单独出去行吗 不可以 单独出去都不可以 也可以分去干嘛 如果说她老爸生 去上班的话 我肯定就 她如果说 我要今天跟朋友 去唱个歌这行吗 说以唱歌来 行啊 但是还真 因为唱歌出了事情 还真出了事情 因为唱歌 这个事还不小 大事 大事 真是大事 你说说 因为她和朋友去唱歌 倒是她主动带我一块去的 挺好吗 去了之后 结果我去开房间 我就听门口有争吵 然后我接着就出去了 两个男的喝醉了 就开始 姑娘过来玩会儿 怎么着 我能不担心吗 可是两个喝多的人 你可以不理她 我掉头就走就完了 我不理她 你掉头没走 你非要那么冲动吗 你在那和她吵 我肯定要过去带你走 我过去了还没带走 人家出手要打我 打了吗 打了 他们先打的我 然后结果我肯定要还手 因为作为一个男人 我感觉一定要守住脚下的土地 保护家里的父母 还有怀里的女人 你是我的女人 哪怕我受伤了 我也要去保护你 如果说我不在呢 像这种事情 你自己控制不了 那唱歌也能唱出事来 跟你这么一描述 就是你女朋友 如果上街的话 基本上就会出问题 你发现了 就在她眼里 除了她之外 其他的都是不安全因素 连我闺蜜 她都信不过 闺蜜都信不过 对 为什么呀 闺蜜信得过 信得过 那我要是单独 和我女性朋友出去 也要分谁 她有的 她不喜欢的 她会就是还是控制我的自由 她就说你不许去 这个人不可教 所以我现在理解 为什么你刚才 在那个小片里面说 这是我男朋友 给我开的一间公司 我觉得她这是限制我 等于生活里 你们俩在一起 对吧 对 这公司应该属于 你们俩共通的对吗 对 属于共通的 那就是说你们俩一起上班 对 一起上班 这是我大学毕业之后 她还是为了限制我的自由 所以想把我捆在她的身边 这公司是干嘛的呀 是一家传媒公司 分很多项目 因为她是做模特 然后之前是舞蹈演员 有一个演艺部 接接商演 这些活动 让她去负责 那商演是要跟人谈判的 她能单独去谈判吗 对 她可以 我去了 她把我从人那拽回来了 当场把我拉走了 你什么事 你只是说 你不说过程 是因为什么 可是事件结果就是这样的 我是给你解释过很多次了 我不是说过去把你带走 是因为他们公司的信誉 各方面都不是很好 咱之前做的活动 尾款一直没打 到现在都没付 而客户跟我说 会演出之前把款打过来 你为什么不相信人家呢 他给你落实到文字上了吗 没有 他只是口头答应我的 给你协议了吗 没有 也没合同对吧 对 那你凭什么这么相信他呢 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呢 因为 那我是 我是进公司第一次跟人谈事情 他又这样 给我泼一喷冷水 那你现在能去外面谈一事吗 能还是可以的 他还不是管你 还给你提供了舞台 但是牵扯到客户是难的 或者是他不太放心 他还是会跟着 还是关于自由的问题 很多事情 他确实是以公司的名义 还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和人家谈事情 谈成了 到时候给人家做活动了 他自己上台了 我觉得我盯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公司做什么 没有什么错 你既然是一个负责人 然后你还自己去接活动 你身兼素质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 这不犯冲突 他因为这个耽误过事吗 耽误过 耽误过大事 是公司开业 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刘成给他看了 我最后你给我找一个芭蕾演员 给我压轴 然后下一步就是该公司剪彩了 你算是负责人 咱们一起剪彩 结果他自己上台跳舞了 你跳完舞剪彩 你肯定需要几分钟换衣服的时间 这段时间就冷场了 对吧 我想着我能为公司做点什么 你不但不领情他还怪我 最后剪彩没耽误 不就完了吗 不是没有领情 我也知道你想多做些事情 但是你得分清了轻重缓急 好 是吧 哪边轻哪边重 你得掂量一下 就明白了 他就老是一本正经的来教育我 我广子猜测一下 你们公司应该男员工特别少吧 也是他招进来的 他信得过的 你们公司的男员工应该高的不多是吧 不多 帅的应该更少 对 是吧 还行 我觉得都挺帅的 有比你高的吗 还真没有 在公司你基本属于最帅的老总吧 还可以了 你的男员工比例应该特别少对吧 男员工是有的 但是是他信得过的人 明白了 你看女生说是他信得过的人 我上一次招了我一个朋友进去 我之前演出跟他对接过 我感觉人品办事能力还挺好的 然后进去一个星期把人给辞了 男的是吧 男的 是他确实是他挺好的朋友 但是工作就是工作 真的不能感情有事 一个星期的时间 根据其他同事的反应 他干嘛呢 在那玩手机 你所谓的其他图示都是你的眼线是吗 为什么是我的眼线呢 你说话太 我听出来了 其实你这个人在管理公司的时候还是蛮重规则 对吧 也挺讲规矩对吧 对 你觉得一个刚刚毕业的就这么一姑娘去管你演艺部 他管得了吗 差不多吧 因为工作很简单 有了订单 他只要负责联系一下演出人员就可以 就是说你觉得他这个职位还是挺合格的是吧 还可以 他合格为什么他跟客户谈生意谈的那么不靠谱 他合格为什么耽误了你们公司的剪彩仪式 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合格呀 但是他确实带来业绩了 确实带来业绩了 能带来利益就可以 看来这老板的标准还是不太一样的 你在公司待着会不会很不舒服 会 你想干嘛 我只是觉得公司忙的时候我可以尽我的能力去帮一些 正常我可以接我自己的演出 那今天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想不想让他再这么管我了 他这样管我太累了 而且就是没有自由 我觉得这始终是一种爱的表现 保护自己的女人是自己分内的事情 就应该不让你受到外界的任何骚扰 可是你不能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我这样太累了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明白了 我看老师们听的时候是一边系一边中眉头 肯定有很多话说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按理说这个小伙子长得高高的帅帅的 然后还自己进行公司 我觉得你应该觉得自己挺棒的呀 为什么我从你身上看到的都是 比我妈那辈还老得好多的思想 我第一眼看到这姑娘的时候 我就觉得哎呀这腿多漂亮就该露着 她嫌裙子太短 女人和男人可能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一个女孩子会觉得我身上最漂亮的腿露出来 是我青春美的一种体现 她可能会理解到的就是诱惑 有歪心 然后很危险 小伙子我不知道你的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有点起人忧天的那种味道 一个男人真正能拴住一个女人的是自信 你可能在很多的问题上 我觉得她有自负 但是缺乏自信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我可以替你安排好一切 我可以为你搞定一切 但是我觉得你对于自己是不够自信的 你可能认为说女朋友跟着我 是因为我的某些方面的原因 你觉得她为什么会爱你 因为彼此合适吧 那如果你要认为彼此合适的话 你会确信这个女人不会离开你啊 但是还是总是感觉缺乏一种安全感 其实她真的挺优秀的 我感觉她这种性格的女生 多半男人都会喜欢 挺简单挺纯粹的一个女生 然后外形条件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觉得有压力的话 你应该自己足够的努力 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棒 你知道女人她有一种心理啊 就是我站在我男朋友面前 我愿意把她带给我闺蜜看 带给我爸妈看 带给全世界看 就显辈辈 我觉得你就赢了 你现在你会发现 你没有安全感 原因是什么呢 你女朋友不愿意带着你 她觉得我带着你 你跟我闺蜜合不来 你跟我客户吵起来 她干嘛要带着你 小伙子你一直在防 但是我是认为一个人 真正的想打败对手 最重要的是出击 你把你自己能做好的事情 做到最好 让一个女人觉得 我站在这个男人面前 我辈儿有面子 我还害怕所有的女人来跟我抢 那个时候你就安全了 小伙子你其实没有太多的错 我觉得你像极了我十几年前的样子 我们都曾经有漂亮的女友 也曾经有漂亮的女友引发的烦恼 本来你挺好的一个男朋友 而且对她也好 但是种种的做法上 她觉得很不舒服 很不开心 你越这么怕 你越要管 越管她越烦 她自己即使再单纯 她又需要变得成熟的那一天 你必须得放开她一条路 让她自己去成长 有可能她是遇到过一些挫折 比如说 就她要接的那个活动 我一听就知道 估计十有八九十片 因为你看她还说 活动之前要给我钱呢 那你问她有没有合同 有没有纸面上 都没有 但她信了对不对 有的时候这样的亏 得让她吃一下 而真正你要做的正确的方法就是 让她吃亏 同时你要保护她 让这个吃亏的程度 是有一个限度 你永远告诉她说 这不对 那不对 这不对 有时是会有逆反的心理 所以说如何去 让一个漂亮的女友 还能够死心塌地跟着你呢 就要放手 你就要放手 她闯 有些事情她才知道 哦 你是对的 你如此不让她去闯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说 你不够相信她 你不够相信她 她对你的爱是真心 是全心全意 你生怕有比你强的人出现 她的心会被那些人所吸引 所以说你是不相信她 当然同时你自信也不够 也不相信自己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随着时间 随着你的成熟 随着你们俩之间的感情的夯实的话 你会放手让她去做的 只不过现在你们俩可能 现在的感情非常薄弱 所以说一定要用你的真心 换取她给你的真心 有了足够的感情的基础 什么事都不怕 好吗 谢谢老师 满团灰色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但是呢 花草长得再好 它离不开的是园丁 而不是一个守门人 你愿墙再高 花也有可能长到墙外面去 你没办法制止 倒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心情的园丁 充分给予她阳光 给她修修简简 给予她充足的养分 这花倒真的是离不开 所以关是关不住 养倒是可以养得好 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经常看到有一类的男性 极其具有支配的欲望 而且她的支配 往往是三部局 第一 我告诉你 我对你好 第二 你要听我的 第三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惩罚你 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往往美化了男性的支配 觉得一个男人恐无有力 他应该是可以掌控一切的 而同时 我们也美化了女人的依赖性 觉得女人就应该是温柔的 就应该是依赖的 越依赖就越能够得到 男性的呵护 但其实这两种观念都极其错误 不管是支配 还是依赖 其前提条件 多半都是这个人本身 应该是独立的 如果你只是天天做个花瓶 把它控制在这个里面 让所有的人都不能看见他的美 那小子 你的这种自私心理 最后呢 会作茧自负 因为你再怎么关你 也关不住啊 你有本事 你就庆幸地对他好 给他养分 给他照顾 他自然就离不开你 即便是有再帅的男子 比你再牛的男人 可能给得了他 不一样的财富生活 但断然是给不了他 情感上的依赖 那你要说关系 这种关系是最牢固的 好吧 做好园丁 不要去做一个看门人 就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送两位一个词吧 独立 在我的心里 独立不仅仅是财务那么简单 我最看重的是思想的独立 你觉得你独立吗 独立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独立 你在精神层面一点都不独立 你老想靠着他 其实你也不独立 活动到底是什么 也不问清楚自己就去吗 一个独立能打理自己的模特 至少能够知道 哪些活动是提升自己的 哪些活动是坚决不能去的 内容都不问你还谈什么独立 别谈独立 独立不是任性 其实他有很多地方 他做的是对的 你不是跟他对着干 就是你独立 如果我们不能独立的去思考一些问题 在我看来麻烦就大了 好好琢磨琢磨这个词 男人要有男人的独立 女人要有女人的独立 婚姻生活或者说爱情生活 才是幸福的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房黄金60秒 刚才听了各位老师的一席话 还有主持人说的那些话 我会改正我的缺点 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去束缚你 去管制你那么多 我会更好地爱你 不会再像之前那样极端 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再相信你了 之前咱俩吵架 你也说过这样的话 就是说不会再管着我 可是等事情来的时候 你还是会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再相信你了 我真的会敢 请求你再相信我一次 我考虑考虑吧 哎 请亮灯吧 回去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一对情侣 男生说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要保护你 女生说你给我的保护 在我看来是一种禁锢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 你们看好这一对吗 看好 请选择赞成 不看好 请选择反对 来 请选择 今天的现场有意思啊 50%看好 50%不看好 听听大家的选择的理由 来 那个互相都理解一下 能走到一起也不容易 都是缘分 这互相理解一下 但是你说的可不是人家俩的心 这是我的观点 你的观点 谢谢啊 请坐 姑娘来 我是赞成 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都很年轻 然后可能慢慢以后磨合会好的 我看好 我觉得这个男生 如果能多听一下老师的意见 就是多给这个女孩一些空间 这个女孩如果适当的听一下 他男朋友的话 就是对于他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多听一下他男朋友的话 觉得他男朋友比他有经验一点 这样的话 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更加的和谐 谢谢啊 这现场是50对50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允许我进一下广告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当中 得到图老师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他以前搞舞蹈了 徐总以前也是跳一个双人舞行吗 可以啊 你让开来来来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可以 他真的害怕了 徐老师是你觉得无害的什么 对 不不 任何人都都放开了 不是 不能说 别提端 对 别提端 明白吧 该帮他判断 他要帮他判断 他要留点方式去告诉他 好吗 对 姑娘想明白了吗 想明白了 其实有这么好一个男朋友 挺不容易的现在 我给女生一个建议啊 一般女人太独立了 男人不喜欢 没有需要的 女人太依赖了 男人也不喜欢 最好是思想上独立 情感上依赖 好吧 是 是 这慢慢修吧 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有请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还不愧 我会像之前那样 我相信你 你跪下来 都不贵啊 贵着说 主持人不是 是我觉得男人的一贵 只有求婚的时候 可以 我比较强迫 等于到现在为止 你还不接受他跟你求婚的是吧 对 因为我要看他的改变 才决定要不要加带他 这事 这话就是这么说 他看你的改变 你也看他的改变 其实恋爱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总是单方面的 一个人要求 另一个人 一定不长久 杨薇 麻烦站在这儿了 复合的情侣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幸福游的大奖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 来 开始 停 恭喜你们获得了1000元的幸福旅游基金 恭喜你们 好好相处 好吧 好 谢谢 手拉手走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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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